這個簡報第五頁啊 就是先正式它的使用的介面 那麼各位它不難 所以您可以看到喔 我們的這個左手邊 第一個左手邊就是3D模型區 所以這裡面呢 如果你是用安裝版 就是它官方的 或者是線上版 這裡相對比較少一點 好 那 反正有很多模型 你待會兒喜歡就直接丟到右手邊站就好了 對對對 讓它有分門別類 所以更要找就比較方便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剛剛有跟各位提過 這個軟體你上完 你說不會3D我可以原諒你 哈哈哈哈 因為我們主要編輯區就是在2D平面 就在右手邊上面這一塊 那3D就是不小心的嘛 因為你丟出來就是3D 對對對 好 所以像這樣子了解了 好 另外在左下角這個 就是你們家的家具列表啦 好 我家裡面用了哪些3D模型 它在這裡就會把你列出來 所以它介面就這樣 就很簡單 好 所以了解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試看看 來看一下 好 你打開之後 那各位 如果你是用安裝版的 有一個 我們Mac同學你要留意一下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那個模型那一區 跟我的不太一樣 有喔 來我跟你講 你到上面有一個叫編輯 其他同學你可以看一下 萬一你以後你是用安裝版的 你也可以就是要調整一下 你到那個檔案 抱歉 檔案 File裡面 有一個叫參數設置 有看到嗎 Mac的 Mac的 Mac的同學 你給我找到嗎 沒有 你的要找那一顆 那個最左上角那一顆 不是File File旁邊那一個 它的Logo那一個 這樣知道嗎 Mac跟別人長不一樣 有沒有 你找它的Logo那一顆 有看到一個檔案設置嗎 參數設置 點進去之後啊 我只有改兩個地方 你來看一下 我改哪兩個地方 第一個 家具目錄的查看方式 它原本預設只是樹狀列表 所以那個圖會比較小 我把它改成搜索列表 改成搜索列表 除了它的縮圖會變比較大以外 很重要的 上面有沒有發現 你可以用搜尋的 所以 以後如果你找不到模型 就用關鍵字打中文就可以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有改的地方 第二個 我有改的 叫做 這個 在 鳥看仕途中 選擇以物件為中心 這個 原本沒有勾 我把它勾起來 那這個呢 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講 差別在哪裡 這樣理解 你現在下載那兩樣裝板 我已經都換你改好了 就是我最初有改這兩個地方而已 好 這樣 理解了 你看我先把它改回去 舊的 有沒有感覺 這樣看起來 多麼的 辛苦 哈哈哈 有沒有 超小 可是為什麼 因為它 要給SV使用 SV不能 那個太大 對不對 好 所以說 這個是 它當初在做的時候 希望說 讓系統 你的座位效能 沒有那麼好的 也可以比較方便 那 您可以看到在列表這邊 您就可以找到很多東西 好 所以如果說 我現在呢 想要把 車子 來這裡的台吉普車 把它拿出來 你就把它丟到右手邊 你看 這樣子 你不小心 下面就有了 有沒有 下面就有個3D了 你可以 3D的操作 我們怎麼操作 3D的操作的話 你按滑鼠的 左鍵 好 按滑鼠的 左鍵 脫移 空白的地方 脫移 有沒有可以改變角度 好 那你要靠近 拉遠怎麼辦 滑鼠滾輪 有沒有 滑鼠滾輪 往前往後 那如果你要平移呢 按住 滑鼠滾輪 不要放 壓下去 脫移 有沒有可以移動 滑鼠滾輪壓下去 不要滾動 壓著 跟你按滑鼠左鍵一樣 按住 脫移 這樣就可以平移了 這樣有感覺到3D多麼不小心嗎 會了齁 好 那你看 欸我再找個人啊 再找個動物 我們上面都有 這裡 上面這裡 好 你就可以從這邊 你要找女生 好 我們就找女生丟進來 欸 這樣有沒有 下面就有了 這樣有沒有看到 這樣太簡單了齁 有沒有像半價加酒一樣 要什麼拿進來放就好了 欸我先問一下大家喔 你會不會覺得 呃 我有選到這個物件 這裡有框框會不太習慣 下面下面就3D這裡有框框 會有點不習慣嗎 不會 不會 因為你們都 都是第一次使用 哈哈哈哈 其實像以前是沒有啦 但是這個也可以關掉 如果說你覺得啦 我就覺得喔 這樣看起來 呃 好像給我 看到了 我就不想要看到那個 你可以把 這個東西 它有一個東西叫做 在3D試圖中 有沒有 選擇和編輯物件 這個不要啟用就好了 因為這個是 好像是7.4才有的功能 7.4 所以這個你可以參考看看 如果你覺得 欸我不太需要的 你就把它關閉 那你看我把它關掉 有沒有這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 我這樣選到什麼 我就看2D就好了啦 我就不用看3D嘛 這樣 它就不干擾你的視覺 這樣可以接受 好 好 那這樣進來 你要這隻狗狗 我們就把他丟進來 有沒有 這樣都可以 那請問各位 人可以坐到吉普車裡面嗎 可以 可不可以把 後面那個板 一定要收起來 可以 要啃進去 還是 卡住了 來 好 現在先進到簡報的第7頁 因為呢 每個模型的4個角落 會有不同功能 好 所以你要先認識它一下 那您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上面 旋轉沒問題嘛 對不對 就是轉彎而已 那再來就是 它有水平的縮放 還有高度的縮放 因為各位不要忘記 我們這是3D喔 所以它會有水平跟高度的縮放 那比較特殊的 就是什麼 懸空高度 因為你是3D 所以我們這邊有高跟D 不是只有平面的S軸 Y軸還有Z軸 Z軸是高度啊 所以 來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去記 是左上角還是右上角 沒有用 因為你轉個方向就不一樣了 所以我以車子來講 來 我點到車子 給你看 你看我點到車子 好 有沒有發現它的四個角落 有不一樣的圖 看到了齁 放在正中間就是移動嘛 這比較沒問題 好 第二個 你看 這邊 這個 有沒有是旋轉 好 這個都OK 那 我都是 有一個習慣 我發現 有些人 跟我不太一樣 很多人 他會喜歡從外面進來 你們是喜歡從中間移到外面 還是喜歡從外面去找這個點 從中間移到外面比較容易找 為什麼 因為我中間是你的十字 所以 這樣子移到那個點上面的功能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圖就變了 你如果從外面進來 有時候你要找那個點 好像就比較不好找 所以我比較習慣是從中間往外找 這樣理解 好 那 講完了這個選角 你看看這個 就是那個水平的縮放 你看喔 在這裡 我把它縮小一下 來 我們看這邊 你看我這樣拉撐 拉 你有沒有感覺車子變比較大台 但是高度沒有變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水平的 那相反的 你如果拉的是旁邊這個 有沒有感覺車子變高 但是寬度沒有變 OK 那請問你 如果你要等比例收放怎麼辦 按 按 跟平常的概念一樣 你看我有沒有按住SHIP的 有齁 下面有按鍵有按住喔 來你看 這樣子移到這裡來 有沒有等比例收放 這樣了解了嗎 所以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按住SHIP的 就可以等比例收放 那如果你要很精準的怎麼辦 你看 點兩下 咚咚 咚咚 點兩下 你來看看 你要比較準確的去控制它 在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這個 模型點兩下 滑出左鍵 對 那如果你要維持等比例 就把這個勾起來 是不是就可以 調一個 大家就一起動了 這樣理解了嗎 好 這樣會了齁 那算最後一個 還是不行 好等一下 哈哈 好 然後你看右上角這裡 這個是高度 這就是懸空高度 那現在你看喔 我把人 剛剛同學很在意 人有沒有在裡面對不對 來 你把人把它拉到車子 你有沒有感覺 他很清楚知道 這個 自動幫你放上來了 好 太快了 所以我現在把這個人 來 我放大一點齁 欸各位 我們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上面這裡是不是2D的 2D要放大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放大鏡 但是我通常會教你第二種方法 因為你的網頁放大縮小 你看怎麼按 按摩 加上什麼 加上這一支啊 你滑鼠有這一支吧 滾輪往前往後 這樣了解嗎 跟網頁的放大縮小一樣 按摩 按摩加滑鼠滾輪就好了 這樣也會比較容易放大縮小 這樣也會比較容易放大縮小 所以如果你需要看大一點的 你就這樣 那 好 你看這裡 你看我移到上面之後 它叫做懸空高度 好了 但是等一下齁 這個人是站著不適合 我要找一個坐姿的 找一個 坐姿的 看一下 喔這裡 這裡有一個女生是坐著的 這樣才可以塞進去嘛 這樣才可以塞進去嘛 好 你看拉過來 這樣 對不對 但是這樣 是 馬戲團的表演 你要等下坐進去 這樣比較合理吧 這樣可以齁 所以你有感覺到我們 不錯吧 好啊你可以自己微調一下 好 那這位女生我就讓她坐到地上 那個叫懸空高度 懸空高度最低就是到0 就是平面齁 最低最低就到0 他就下不去了 你不能叫他到下面去吧 這樣了解 所以有沒有感覺 使用起來很簡單 這個如果叫你正面或3D玩起來 你大概很困難 OK 下面